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 诸位保持 诸位护法 诸位义工菩萨 诸位同修大德 及网路前的全体同修 感恩参加加师上剑下空老和尚 陆练仪式 我们仪式到此圆满 我们法剑代表 感恩大家 理谢大家的发心 给家师上剑下空老和尚 一切的照顾 诵经念佛 感恩大家 法剑代表 法剑代表 在佛前 感恩大家 理谢 三拜 拜 我已训 我們這個路練儀式到此圓滿 感恩大家的發心 那麼我們這個極樂式的佛堂 49天 日月念頭大家同工發心 在臺灣地區的同修 大家方便可以分頂 我們現在還是在疫情期間 所以一次人不能太多 我們由極樂式的 執事幹部來安排人數 我們眾位的距離 大家按照政府的規定 有一定的距離 我們49天都在這裡念頭 我們敬老和尚在極樂世界的長極光 淨土 時時刻刻沒有離開我們 時時刻刻在照顧我們 也時時刻刻在為我們開示 老和尚雖然他這個肉身放下 換蓮花化身 但是他的法身藏在 法身不滅 特別是我們敬老和尚 講經說法 現在留下來的這個視頻 陰帶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我們天天聽老和尚講經說法 獨同老和尚在世沒有兩樣 大家都發心要恭敬供養的老和尚 最好的供養 就是依教我修行的供養 我們敬老和尚的開示 我們聽了要真正去理解 理解之後要去路實 要把它做到 那這樣就是依法修行供養 這個法供養這個是最殊勝的 也是最重要的 一切的法就是教我們要依教修行 這樣才能得到佛法真實的功能利益 如果沒有依教修行 我們法雖然聽了 懂了甚至我們會講 我們沒有去路實 沒有去做到 還是得到 供法真實的功能利益 這個是我們敬老和尚 他生前尊尊教會 不斷耳提命令 不願其滿的 一遍又一遍 跟我們開始 慚愧弟子 一遍不開路 兩遍 兩遍不開路 十遍 十遍不開路 百遍 總是不願其滿 一直在跟我們教導 那麼往往我們在境界線前 吸氣的煩惱控制不足 這道不對 但是還是會犯罪的 這是我們當前 大家有用功的地方 怎麼來克制自己的煩惱吸氣 這樣才能提升自己 也才能幫助別人 這個事後來 進來往上來 對我們平常的開始 是時時刻的開始 所以 我們現在打開電視 隨時可以聽到我們牢上的法律 先停不斷 所以 失誤這個瘦身 射身 換下來 讓我們交換 零八號身 但是 他的法身是 時時刻刻 都在我們 中央 時時刻刻 因為我們等在 這一點 大家 不必要能夠理解 所以 大家 難免啊 很知常前 走啊 就會傷心 總是不捨 但是 佛 他都要實現滅肝 你看剛壽堅講 依止中下 限滅肚 那實現滅肚 也是教學 也是在提醒我們 讓我們用功 如果佛一直存在世間 我們總會覺得 今天不行還有明天 明天不行還有明年 那這樣啊 這個 也會 懈怠你啊 也會退轉 所以 熟識這篇路啊 把他們 積極啊 定職啊 他們奮法相賞 我們今晚和尚 往生西方 也是激發我們 他走了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不學了嘛 就不輸了嘛 就不洪華了嘛 就不洪華了嘛 三年前 我們 老丈 一直 教育道到 法國去 一直等 他老人家 領悟到一個開始 他說他老的 自行化他的工作 要交給我們的 好像接力賽跑一樣 接力賽 一棒接一棒 那麼 他的玩家 也是接前面的 祖師大德 的棒子 跑了一段 現在呢 他的棒交接給我們 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繼續 往前跑 那這個是 我們大家 四種例子 要懂功發心 那麼 特別感恩網路上 世界各地的同修 大家都一樣 雖然大家呢 你有到現場來 但現在呢 透過這個視頻 也圖同現場 我們大家聽過牢上講 已經都知道 法身變得清楚 無處不在 所以 雖然我們在現場 跟現場沒有兩樣 只要 我們的心相驗 那麼在 哪個世界 哪個角落 我們都是 同在的 這個 特別感恩 網路前的同修 時時刻刻 關注我們 敬忠 關心我們 敬老和尚 等一些動態 非常感恩 那麼 網路前的同修 我們 這個四九天 在這個現場 也會直播 這個祝念 那麼大家 發心 來念佛 回向給我們 敬老佛上 這個是 遵守我們 我們老上 再生 的 開示 祂的教導 所以 大家 難免哀傷 但是我們要 節哀 念佛 這個 應光組織 也是 對 延有這樣的開示 記得 親人往生 我們 心學鏡中的 歷史 就是 擠了一點 知道 這個才是 真正的 報恩 那麼今天 報紙連覽 這個 佛堂 我們都 四十九天 都在念佛 那麼 網路 也是 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 後 才有 出帝 那個時候 你可以 網路主播 公警網路的 師眾同修 大家 留意 好 那麼今天 我們 這個 佳斯 敬老和尚的 路邊 儀式 武功 倒是 圍滿 再次 感恩大家 祝福大家 無貴增長 又此吉祥 身心安康 事業順定 各家平安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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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